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滑滑嫩嫩又多汁的葱油手撕鸡腿 会煮开水就能做这道菜 食材非常简单,就是图片上的材料,还有油和盐 先做这道菜的灵魂,葱姜油 葱尽量的切小末,越细越好 新鲜的生姜,做成姜蓉 姜蓉和葱末混合在一起 把半颗洋葱切成小粒 小锅加150毫升的油 把洋葱粒倒进去小火,炸几分钟 大概需要炸5分钟左右 火不能太大,太大洋葱就炸糊了 整个油就会有点苦 正好冰箱里还有一点蒜苗 我把它切成末,也加进去炸一下 增加一点风味 没有也没关系的 等洋葱炸成这种蛋黄色就可以了 洋葱油炸好了 把油过滤到刚才的葱姜酱里 加4克的盐,4克的糖,调味 特别特别好吃的葱姜油就做好了 这也是配白斩鸡的葱姜油 现在开始来煮鸡腿 先烧开一锅水 放姜片,葱白和料酒 再把两个鸡腿平放进去 等水再开了 就把炉子关到最小的火 鸡肉是非常非常容易熟的 如果煮鸡腿的时候火太大 这个肉就会变得有点老 让煮鸡腿的水保持在微微的滚的状态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 大概煮20分钟 20分钟后,把鸡腿捞出来 放到冰水里 这个冰水越冰越好 可以让鸡皮从热的状态 突然用冰水就会紧缩 形成特别滑嫩Q弹的口感 大概10分钟左右 两只鸡腿就降温了 把它们捞出来 戴上手套 手撕吧 手撕的过程中 都能感受到鸡肉的滑嫩 看看鸡腿内部靠近骨头的地方 还有一点点粉红色 这种状态就是最好了 把鸡肉撕成大小合适的块 摆盘 把鸡皮铺在最上层 再淋上葱姜油 材料非常简单 但是味道却滑嫩鲜香 葱姜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您也试试吧 我们下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见 把鸡肉的唐人 还要留下来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